我老公说接下来的工作没那么忙了 要带我一起去打针 最近科兴的这个太难预约了 我家附近都没有 你看都已经忙了 全部都是忙了 那没办法了 只能预约下个月的 家附近那边太难预约了 最后还是选择去我老公上班的那一边 所以我要过海坐的车去湾仔那一边 和我老公会合 香港两款科合附的接种率分别约97%和约98% 到今已经总计次289万多 里面好冷啊 打完了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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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思了 我老公来哪一边 咦 咦 这一层不大 咦 咦 为什么变成这样 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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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喽 大家好 现在是打完疫苗的第二天 我老公又出去拿货了 昨天晚上他打完疫苗了 然后还去拿货 拿了货之后呢 还去踢球 我觉得我有点乏力 就在家里面睡觉了 不过也没有说特别其他事情 今天早上呢 的感觉就是 就是打针这个位置呢 好像被人中了一拳 然后我问我老公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他说他没什么情况 可能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然后我今天 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这里 有点小小的微微的痛 所以大家一起 放心的去打疫苗吧 好啦 这期先聊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 拜拜